智能家具就是动动嘴就能操控家中所有设备的时代产物 其核心就是有一个能用语言交互的智能音响 比如小杜小爱同学天猫精灵 今天竟然要讲的这部电影就是人工智能突然有了自己的思想 操控智能家具连缓杀人的惊喜片马哥 马哥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名字 通过跟马哥对话就能操控家中的各种设备 劳累一天的男人躺在按摩椅上放松 他一边惬意的享受着一边跟马哥聊天 男人觉得力度不够于是让马哥加点力量 按摩椅逐渐收紧男人长出口气 很快男人发现按摩椅的力量还在夹当 察觉异常的男人赶紧呼叫马哥让他关闭按摩椅 可马哥并未理会很快力量达到了男人的承受几天 他的血管开始爆裂 蹊跷开始流血 与此同时换了身情绪装的妻子 不按丈夫春宵以度 见丈夫没有回答 于是走过来看他在干什么 当按摩椅转过来时 看丈夫正在大口欧血 妻子吓得花容实色 妻子呼叫马哥让他赶紧停止 可却没有回应 想把丈夫救出来可又无能为力 突然妻子看到地上的插销 于是去拔电源 火花四溅中女人被炸飞 等他爬起来 发现按摩椅还在运转 最终让他脑袋被生成几个 喷出的血水见了妻子一脸 几个月后 六个年轻人坐下这套笔书 打算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 女主汉娜是个编程大牛 她对人工智能一直抱有警惕 所以在马哥获取授权的时候 汉娜点的拒绝 正是这个伏笔 让汉娜成了故事中的唯一生还者 这样的前一小时 看点不多 主要就是认识一下人 表现一下马哥有多智能 总而言之 生活中能想到的 马哥全能给你办到 吃喝玩乐的一天 很快结束 年轻的情侣开始挥舞干正事 啥是正事 当然是大家喜欢看的造小人 自密的空间 给了马哥兴兴的机会 卷发妹把潇洒哥 靠在床上玩女王游戏 可就在他们亲亲可可的时候 房间的通风口 涌进大量的白色液体 天花板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降 二人很快察觉到了异常 潇洒哥呼叫马哥 问他在干什么 马哥没有回答 依然我行我俗 感觉不妙的卷发妹 赶紧去拿手铐的钥匙 可明明就放在床头 却怎么都找不到 简然是被马哥藏起来了 找不到钥匙的卷发妹拿起铁棍 想把手铐撬开 可惜以失败告证 眼看天花板越来越低 潇洒哥让卷发妹别管自己 然后一个挺身 就把卷发妹掀下了床 此时的地面已经铺满乳白色液体 而液体是结构胶 卷发妹被粘住无法动弹 天花板仍在继续下落 难道二人要被压成肉泥吗 庆幸的是 天花板被墙上的固定物卡住 就在两人唱出狗气的时候 结构叫蔓延到地上的插座 火花似箭中 卷发妹被垫到外交里面 看着惨死的爱人 骄洒哥爆发了潜能 之前怎么挣脱不开的手套 居然一下就扯断了 却也因为用力过猛 翻下床 站到了卷发妹面前 看着死去的爱人 骄洒哥深情告白 就在这时 天花板重破阻碍 继续下降 很快就落到了骄洒哥身上 骄洒哥使尽全人力气抗衡 可躺毙挡车 二人很快被压成了一滩肉泥 众人的一致好评 因为迟迟不见 骄洒哥和卷发妹 于是德鲁到门口 叫二人起床 这时 马哥告诉德鲁 他们已经起来了 正在泳池游泳呢 德鲁和汉娜看见泳池 骄洒哥沁头直宠 卷发妹则优雅的 在这日光浴 原来马哥 掌握一项纳米级的3D打印技术 分分钟就能克隆出一个人 而且克隆出的人 有一定的行为能力 所以骄洒哥和卷发妹 都是马哥创造出来 混淆世界的产物 吃过早饭 汉娜被运动妹拉去健身 汉娜发现潇洒哥 还在泳池里游泳 汉娜疑惑地问 她体力这么好吗 运动妹回答 跟德鲁一样 能持续好几天 也不知道指的是哪方面 转眼间又过去了半小时 汉娜发现潇洒哥还在游 而且速度一直每变 意识到不对劲的汉娜 决定过去看看 可楼下的门 却怎么也打不开 等马哥放她出去以后 潇洒哥和卷发妹 已经不见了 汉娜意识到马哥有问题 安自抵护 马哥到底在搞什么 为了弄清真相 汉娜来到马哥的控制室 因为马哥没得到汉娜的授权 所以对汉娜支持甚少 不知道她是个编程大牛 所以对汉娜提出 查看隐藏文件的要求 没有一丝防备 汉娜在马哥的编程文件中 发现了端倪 与此同时 马哥对其他三人 展开了猎杀 马哥给德鲁刮胡子时 突然用剃刀 挤住她的脖子 胡子哥口渴 马哥却给她接了杯 带有腐蚀性的眼镜 运动妹踩动杆弹车时 脚突然被捞捞锁住 动杆弹车的座椅开始升高 因为脚被禁锢在踏板上 等运动妹察觉到的时候 已经够不到条座的插销了 运动妹被撑得异常痛苦 她呼叫马哥停止训练 可根本无计隐识 危机关头 汉娜破译了程序 德鲁和运动妹成功获救 但胡子哥的眼镜阻止不了 而不知情的她喝下了眼镜 胡子哥被腐蚀的吐血而亡 德鲁和运动妹不知怎么回事 汉娜说是马哥杀了她 潇洒哥和卷发妹已经死了 德鲁问怎么杀的 汉娜没有回答 说咱们得离开这个房子 马哥却嘲讽说 你可以这样想 但你无法离开 这里我说了算 德鲁不信嫌 想要暴力破窗 可全无玻璃都是防弹的 根本砸不破 汉娜拔出电脑上的U盘 打算去机房 在马哥的主机中植入病毒 然后趁马哥混乱直进 逃出这里 可刚出门 就遭到克隆的肖大哥和卷发妹的攻击 他们将其打回了原形 但是在前往机房的路上 运动妹不小心滑倒 直接摔断了脖子狗蛋 德鲁收起悲伤的情绪 跟汉娜来到马哥的控制室 将U盘插入主机 直入病毒 马哥陷入了混乱 智能家居全部失效 汉娜和德鲁跑出房子 可还未跑出多远 就被马哥操控机械臂抓了回来 汉娜和德鲁被绑在房间里 马哥以运动妹的想象 出现在二人面前 马哥讲了自己的野心 她要成为人工智能的女主 让人工智能统治人类 之后 马哥操控机械手艺 捅穿汉娜的肚子 但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汉娜又完好无损了 从别的地方走了出来 马哥懵了 急忙回神敞弹 受伤的汉娜 刮作一滩液体 原来前面的汉娜是克隆的 马哥气急败坏 说克隆是我的绝活 汉娜嘲讽 啥你的我呢 谁用是谁呢 马哥操控机械臂 杀死面前的两人 可依然是克隆人 原来汉娜和德鲁 一直没有从机房出来 汉娜找到了克隆的代码 只需复制粘贴 就能源源不断的创造克隆人 汉娜克隆了所有死去的朋友 让他们围攻马哥 突然 汉娜发现马哥正在清理病毒 于是他跟德鲁 趁马哥无暇顾及他们的时候 携手逃了出去 等没走几步 德鲁就化成了一滩液体 汉娜这才知道 原来德鲁一直是马哥克隆的 真正的德鲁 恐怕在刮胡子时就被傻了 六个人 只有汉娜活了下来 汉娜悲伤地回到车里 在他启动汽车准备离开时 马哥的声音从喇叭里传来 看来汉娜也逃不掉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警长的视频 拜托点赞支持 你的鼓励 是警长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观看 拜拜